OK 歡迎大家看第十三集的四海浩談 有我 沈四海 封水浩 是的 我們兩位人士 今天又和我談談大家什麼題目 當然是行運的題目 行運一條龍蛋 行運就一定要講個位置與方位 很多人說香港地運死了 沒有運行 誰說的 不是 抗差的環境 都有地運的 大家要記住這件事 等於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日本八年抗戰 日本打中國的時候 全部都是很多死傷遍的東西 但是有些地運是沒有事的 南京就沒有事了 南京是屠殺了之後 接著就很平靜的 很多地區其實都是當時很平靜的 這個就是地運 這個真的沒得爭的 好了 香港現在說立立聯系人都說走 人心惶惶 這樣香港還有沒有運行 豪師傅 現在你又說 狗子 離火運 狗子離火運 接著赤馬熊羊劫正在來 是的 在在都顯示有兵兵之禍 是的 這個地運 可以怎樣搞呢 老闆 香港呢 其實真真正正真是一塊福地來的 那你為什麼呢 香港呢 首先 維多利亞港這個港口 已經是得天獨口了 是吧 還有 當年賴布伊點月 點了香港有兩個奇緣在那裡 一個就是獅子 一個就是由我們香港早山 早山大霧山 發墨一路 一路發墨 沿著墨一路下去 就 谷了個香港 九龍那邊 有個獅子 谷了個獅子山出來 你們最喜歡的那個山 那個獅子山呢 就發了九條龍脈 圍著整個香港 大布伊就點了這個月 叫做九龍氣金絲 嗯 香港有九條龍脈 什麼時候被你掘光了 還有 你們說什麼 還有一條就是 由這個獅子山發墨一路過海 過海跟著穿過去 穿過去由我們 匯豐銀行一路去到禮賓府 由禮賓府那裡 調回頭 龍頭 調回頭 看回去我們正北面 回龍故祖 是的 這個叫做回龍故祖局 為什麼香港現在 要這麼幫上面 就是因為回龍故祖的問題 這件事很靈奇人的 大家 你稍微留意一下 香港匯豐銀行的總行那裡 很多人都以為 它是什麼 它是 那個正門呢 就在對著皇后大廣場 皇后大廣場兩天獅子那個位 是去正門 錯 匯豐銀行那個 你看過地址就知道 它的號碼門牌是皇后大道中的 它的正門是在那裡才是正門 獅子那個是後門來的 為什麼這樣做呢 它是吃回龍脈的位置 所以匯豐一定有人看過風水的 我們那時候一看 真是這個高手高手高手 高高手 好了 你說有九條龍發了下來 那個印太平山 誰人都知道了 有錢人住半山區 那裡 就是不用有風水河啦 就是風水海色啦 靠吹而已嘛 半山區 還有香港哪個區旺呢 九套山就旺了 北架山都旺了 喂 這些 有錢人區而已嘛 千水灣都旺了 石澳都旺了 那幾條龍脈位 但是不是 就是因為風水海今天說 喂 根本香港那個地雲 現在來著 因為2024就交運了 202425交運了 24交運 24交運就叫做 黑套走入青龍園 是不是今年年尾加運 狗子離火運了 今年年尾要轉了 好了 地雲 過去這20年 地雲發哪裏 接著那20年的地雲又發哪裏 喏 入了氣的了 現在 今年2023年 就不要再看八運的地雲 看九運的地雲 那當然啦 水尾了 是啊 那我們怎麼看九運 九運的地雲 就很簡單而已 九運的地雲 只要你家裏 北面見水 南面有山 那你就有運行 咦 咦 OK啊 我想想 我家裏正門一開門 對正施施山的 向正南河 是啊 接著 我是看到吐露港 以及看到城門河 是啊 只要你城門河在你的北面 在城門河的南面就OK了 是啊 是啊 也都看到吐露港 是不是更加好 是啊 當然好了 嘩 真是行啊 豪哥 一天天天請你吃天狗子 沒有問 千金藍買向南樓 是啊 又好彩啊 買到又運 OK 你說 只要城門向北向南 我說全香港這麼大 住哪區好呢 馬鞍山 馬鞍山好 我都是隔壁 都是叫沙田 馬鞍山 馬鞍山有沒有說 最好的是坐北向南 馬鞍山就有個地方 馬鞍山 它整個地方叫馬鞍山 但是馬鞍山有座山叫牛額山 嗯 牛額山 就在馬鞍山的南邊 那北邊呢 它有個什麼呢 船灣淡水 馬鞍山北邊 是啊是啊 船灣淡水 我隔了我套路 那只要你北邊 你在南邊 捉住牛額山 北邊看著船灣淡水 你就比地更好 牛額山應該是在哪個位置 是不是去到 差不多烏溪沙 是啊 那個位置 哇 大家買樓的人士 聽我這個節目的人士 喂 真是 趁人多過 你就撐緊那裏 就是在樓價一回的時候 在那裏扔 那個行地運 行地運都能看到你自己 如果那個位置應該是望北的 北邊就不知道為什麼有條水 不知道海還是水 天水圍 低瓦濕地那些 北邊就望到水 所以它南邊又有山 哦 南邊又有 錦田那些 是啊 錦田後面那些山 是啊 那些山最重要是火營山 火營山還要吃光地運 那就是紅紅火火那裏 和元朗很紅 即是未來二十年元朗會紅 元朗和白安山都很紅 沙田都很紅 最主要是你住在城門河以南 是啊 那你就黃了 哦 咦 你說 不要換口 師傅 你說師傅 喂不一定就得到的 那怎麼辦啊 那不就是 要不旺丁 要不旺丁就選財 要不就選財就旺丁 要不就選丁就旺財 嘩 真的差一點差一點 你千萬不要買東西 什麼坐東向西 這些東西全部看不到那些 那你就選財雙丁了 OK 你說幸運地運好的幾個地方 馬安山 元朗 沙田 沙田都很好 你說更新的什麼東西 哪個地運比較不好的屋 哪個地運比較不好 香港 在香港中間那些位置 什麼都見不到那些 其實都是的 你在香港島 向北望著 整個都是 整個都是維多利亞港的 是啊 那些都是好的 不過它那邊沒有山 大哥 我就知道好 豪哥住半山區 那些都是坐立望北 那些 那些禾和道啊 那些什麼什麼什麼 干德道那些 那什麼你講 大哥 他真是 二四年真的走這個地運 我是有地運 走廿二十年了 是啊 半山區的樓 只會越炒越貴 是啊 但是千萬不要買比華里山 比華里山在哪裡 我不知道 那個李先生的祖墳 祖墳望去那裡 那裡叫比華里山 大埔那裡 大埔那裡 大埔又行不行 大埔其實都沒有地運 大埔應該 是啊 不是 大埔要不就坐西向東 要不就坐北向南 總之現在 調轉了 總之你不要 你2024 或者今年年尾開始 你就不要看太陽升 看太陽下 那些你看到就沒有人走的 哦 真是不錯 那如果這間屋真的做到 有什麼解救啊師傅 有什麼解救啊 你剛才說到這麼恐怖 有才就選丁 有丁就選才 大哥沒有樣好 有什麼化解到啊 那沒有的 找你做法事嗎 不好吧 找海記香足店買東西 真點嘛 我們不做這些騙人 我們不做這些東西的 不要說 你說如果沒有靠山 就容易搞些 沒有靠山就買過 買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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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泰山吃這麼多 那些買到 就當靠山用了 哦 即是放在東西的位置 放在你正北位 正北位 正南 正南 南南 望山 北望水 對啦 那要不要在北邊 又做一個水珠波 水珠波都可以的 你找到的就可以了 但是你說如果沒有的 你說 我北邊看到水啊師傅 不過很遠 隔到沒有雷公那麼遠 只有那條蠟仔才能看到水的 你說這樣怎麼搞呢 喏 放到吸濕大份醬 吸濕大份醬 吸水大份醬 不是那些抽濕氣 而是那些真的風水 那些香燭店裡面買兩隻 那些風水 充水醬 是石造還是木造 石造 還是金造 石造 石的 石的質地的大份醬 是的 千萬不要買橡牙那些 什麼橡牙 橡牙那些大份醬 橡牙 橡牙 就是一隻橡牙瘋子的那些 那些只有貴字 那些只有貴字沒用的 嗯 那些只會逃增殺業的 OK 就是買兩隻石像這樣 對著北面 幫忙吸濕 是的 那個地就要向地下 向下的 不要跳了上去 就是那個橡牙 是的 橡牙向下才有力吸濕的 是的 向上去吸天空的水 是的 向上去變了吸露水 吸雨水 就不夠力 你的大份醬吸那一下水多厲害的 有一東西吸上去 這些真的大家要注意 那石錦當 大份醬 吵師傅教了你了 好啦 真是 喂 住落有些什麼不老禮 這樣唯有就搬的 住落真是很不老禮的 你就真是唯有搬的 還有 如果你說住落 覺得那間屋 好像 晚上不知道有些什麼在動的 哇 那麼恐怖 真是想想想半顆就搬了 哈哈哈哈 這件事 胡師傅說了 再跟大家說 今年年尾會轉一個所謂的 九子紅 九子離火雲 是的 那地運呢 這間屋呢 凡是這間屋 坐北向南見水的 就非常好的了 那些屋你就基本上呢 不要賣住 你留在那裡的 旺丁旺財 嗯 凡是這間屋 冰材兩旺 是的 冰材兩旺 這間屋向西向東見到太陽星 太陽光的話呢 就大家要注意一下了 要麼買個泰山石錦當 向北 向左南 向北 是的 要麼大象 鼻過去向下的 就對著 那些水 吸 吸一些水 是的 震發住這間屋 就希望煩一點煞 是的 好了 除了說這間煞 我們也回答一下觀眾的問題 有個觀眾留言 私信給我 他說 他說 吳師傅 我的廚房位 對著五王 可以怎樣搞啊 廚房在五王 就掛著五帝前在門口就行了 掛著五帝前在廚房門口就行了 掛著五帝前 廚房看五王啊 這些叫做火燒天門 火燒天門 你廚房 廚房位 如果看五王 明年飛去西北 西北是乾宮 乾宮 廚房經常開火煮食 這些奇門格局來講 這些叫火燒天門 是不是 如果是這樣 不開明火 改用電磁爐 會不會好一點呢 真的不要建火 不要建明火 改用電磁爐 就好一點的 這件事情 但是那個位置 放五帝前 改明火 還有什麼解救呢 還有很多解救 放一些水在那裡 發發震震震 不可以打架嗎 水火雙沖 那有什麼可以搞到呢 很多東西要解救的 怎樣解救 你教鬼人就行了 真的要教 當然要教 這些秘方來的 這些要來收錢的 私下聯絡 我們才來幫人解救 這個沒辦法了 真的沒有吃飯的 神仙 豪哥也要吃飯的 是啊 好啦 有位小姐朋友 我八字 連儲就幾有 月儲就貴有 日儲又丁有 哇 老闆很煩桃花 今年貴貿年 太碎了 這麼簡單 天黑地蔥 天黑地蔥 就是看六條柱而已 就是看三條柱而已 沒有四條柱 看三條柱已經看到 你是幾煩桃花的 有一個問 請問怎樣可以請走家中的靈體 蛤 聯絡我們 這些真的要找我 找阿雪 找阿雪去幫你趕走 未必趕走的 看看有沒有的 價錢就另二 價錢另二 真的這些 生肖犯三殺如何 喂大哥 三殺 三殺是方位來的 三殺是方位來的 是呀 生肆不會犯三殺 生肆不會犯三殺 生肆只會犯三刑 嗯 呵呵呵 噢 還有些什麼問題先 我看一下 有些問到什麼奇門遁甲 那些東西 這些是好吃的 這些失傳古術來的 這些 這些你想學都難找 是啊 噢 有連續居士問你 有人問 因為Leanmark的朋友 喂 五帝前和六帝前 有什麼分別 多過王朝 多過杜光皇帝 是不是杜光 杜光 是的 應該是杜光 應該是杜光 應該順治就好一點 有什麼分別的 其實 五帝前 五帝前 順治 康翁前 加慶 真的加過杜光 但是杜光已經是積弱的了 你想想 是啊 其實五帝前 六帝前 都是差不多的 好了 有一個問題 Sindy 嗯 這個小姐 二一位 如果正東的 剛剛那部有床 為什麼 剛才說了 你不要睡正東 不要睡正東 不要睡那裏 唯有就這樣 不是 你放個胡佬 那我真是要 哇 你又 喂 大哥 香港鬥胡余那麼小 你叫不睡 不睡 難道大姐之家睡廳嗎 睡廁好嗎 放個胡佬 放對 放對 開口和胡佬 放大一點點的胡佬 唯有 大小差不多一樣 都是化二黑的 是啊 放對胡佬 在床頭那裏 要同的 要同的 打開口 你不要買木的 打開口 記忍要 那又 化了個二黑 那你就沒那麼誇張 是啊 好啦 觀眾的朋友 打差不多了 我們歡迎觀眾 在我們留言版的留言 看看有什麼問題 歡迎隨時去問的 歡樂小姐會發給我 是啊 歡樂小姐會發給我們 OK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我們社會豪談的節目 記住 like share subscribe 和按個小鈴 好啦 下次節目時間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